《玩具TV》第十一季第十集 最初以为收拾了 上星期没做 其实是收拾了 收拾一下又再做 有线掌人用 本身这段时间没有店铺 所以我们收拾很差 所以打算收拾 淘宅 今星期又说店铺 所以今星期就做 就是这样 又对 又可以做 这次 球小环 原来未收拾桌子 不断掃一掃 我们一会儿 有机会介绍的东西 其实今晚的东西都很丰富 涉及很多不同的风格 因为知道你做主持 所以就多一些贊助 有不同的介绍 其实我听他们说 我说是否真的这个原因 他们说不是 是因为德哥 他们热爱德哥 喜欢听你说话 继续出去 好了 废话说完 没错 今次 首先 头炮要介绍的 Long Care 开证你那份 不懂的 你也不懂 没有人认识的 是吗 哇 你必须不需要这样 就是 我偷一偷你的肛 激动 你这样说完 立刻说回 这一只 1比5的Long Care 其实本身 如果大家有看 CAMMAN LiDAR的话 Long Care 平成第三个拉打 基本上 都叫做当时第一次 有13个拉打 狐箭的背景 其实很威猛 边忙 好多幕 有这么多东西 去护去 老实说 你有哪次见过 13个拉打 13个都要死 13个都要死了 用这个幸家来形容 没错 如果大家喜欢 其实我自己觉得 平成来说 龙蟹最值得一看 除了我不明白 为何神奇士郎 他可以有这么大的神能 去控制时间 制造了所有前因后果之外 时间灭止 这也不重要 我完全不明白 为了他妹妹 为何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去制造整个镜世界 这个完全没有交代过 做了这么多结局 而且他也认为主角是会死的 第一次主角是死的 还要捱不到第50集 第49集就收工了 结果是蝙蝠死的主角 问你死了吗 而且到目前为止 蒙面超人的结局 龙蟹最多 起码有七个 我数到也有七个 刚刚有龙蟹的外传 这一个时王 加上那个就有七个 另外SIC那个比较少人知 这个我不多说了 终于说了这么多口水 我们先看一件事 1比5 哪间厂出了 这间好像厉害了 其实本身这次不是马来过江 马来西亚的大厂 所以是马来过江的 对了 unknownprojects 这次带来的是龙蟹 2018年成立的 都是一间新厂 这次他将龙蟹用什么方法表达 这个真的可以慢慢看一看 我想Brian可以松一松 整件作品的细节 其实造型真的挺有气势 这个位置有条龙头 全部摆出来 然后就爆地姿势 现在玩figure 大家都喜欢爆地姿势 所以连龙蟹都爆地 没错 本身都见到龙蟹整个身体 连接后面的召唤龙基甲 整件事连接报警都很出 当然很坦白说 我想家里有这么大尺寸 可以摆到这件艺术品 就正好 这件是唯一还原 原车大小 好笑 你看看对面 他变成武器之后的头 和龙头相差多远 另外可以看本身龙蟹 和这个龙在相识方面 其实本身都有出入 龙蟹本身 你见到他那件衣服 都是用一些 看上去以为塑胶 有少少雅色的底色 至于召唤瘦 龙是用了Metallic Red 之前我都有跟一些行家谈过 其实要处理金属红色 尤其是在这些雕塑上 这方面的难度也很高 因为他的相识不均衡 这方面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本身说多一点 其实这个是试板 记住是试板 所以这次其实我们都叫做 圆形不露 亦都有着灯机关 本身都会在龙蟹的眼睛 和召唤的眼睛 最初我打算纯粹说龙蟹的姿势 其实我一向都预会是用Final Watt 即是一条龙噴龙蟹 用Lider Kick的姿势 这次他反而用了一个很原创性 有少许Iron Man爆地 当然手持他的专属龙蟹 还有龙蟹机甲 或者可以关闭本身的左手 其实我想说一说 如果你说说雕塑 就一定是看那个细节 我觉得龙蟹做那些肌肉质感 那些若隐若现 真的有点像穿着胶衫的感觉 确实 还有地台我反而都挺喜欢 在一个砍油路 马路的位置 在那些位置做一个爆破 变成了整件事的气势就很强 因为其实我想特别 玩开甚至是一些大小小1比4的雕塑 甚至玩Prime One 本身的地台和主体的配合很厉害 绝对是 所以变成如果就这样看 今次竟然出龙蟹 而不是用这一个Final Wax 而是用一个比较少接触 而又可以做到龙蟹的感觉出来的 这个姿势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 因为接触开通常要是出绝招之前 没错 跳龙蟹在后面翘 然后不断打空翻不断踢 我想这个可能为了配合它不同的武器 我想它可以用刀 龙蟹和龙蟹 龙蟹夹 另外也有一个盾 怎样玩呢 其实是放在肩膀上 都是要有3000AP 刀就有4000AP 用这个Final Wax好像5000AP 另外如果你是survive form 还有9000AP 你真是背了 这些只是吹 都是那一句 可能是错的 细节其实都可以再慢慢看 例如龙蟹 其实都很出色 而且你见到龙蟹 和龙蟹 本身的颜色分野 因为它是手持龙蟹的关系 你会见到金属虹和雅虹的对比 都有细心去研究 去到这些雕像的级数 分母线应该见不到 其实都不会有分母线 你真的有分母线的 其实是挺失败的 其实是的 现在大家玩到我们的要求那么高 怎样都好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 听过是否说截了 好像是 但是 本身都是那句放得上来的 总是有些办法的 如果即是说 如果老闆在这里 对 老闆在这里 所以我们有点点 习惶惶惶惶惶惶 和有点迫力地射过来的 所以你订到有什么可物呢 是的 其实本身可以PM 这个TV 有兴趣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675元美金 是的 下年的第一季出发 2020年第一季 其实如果那些细节 都可以上去这间马来西亚厂 Unknown Projects 那里自己查看 我们应该在帖子里 都稿团了 小小资料 是的 另外 本身生产量都不多 Roughly 我想500个左右 她的玩法 好像之前已经没了 报清了 多一句有兴趣的 就PM玩具TV 还有 接下来 除了成户珍思之外 她的女朋友 亦都会出场 所以变成了一对情侣 有红肌 是的 一对情侣 有红肌有红肌 没错 就会出现 这会有什么形态出现 我比我期待 其实 都预认了会是 跟叙唤兽在一起 其实你见到 龙骑 跟回龙 夜骑 自然是跟回蝙蝠 但龙骑 他就上了一角的龙 如果蝙蝠就很具型 应该 你玩得雕像 都不是跟你说 size 基本上 所以变了 会出另外的 十 如果算了 alternative zero 怎知道十三只 你包了DK那一只 十四只 龙骑 十五只 两个 ZERO 就是alternative zero 和ZERO 十五十六 问你死了吗 2030年都没买 不是钱可以解决问题 问老闆肯不肯出十六七只 老闆肯不肯出镜空间给我们 我们进去买我们的新鲜 好 这一只玩了这么多 我们稍后继续爆 好 待会见 是吧 我未能看到 现在原来的观众有问题 看着老闆在这里 当然会顺便被答案 失敗 我一向都失敗 有成功過嗎 出價錢和什麼時候出 講完了 剛才有人問的 fine 日本人說龍旗 應該讀龍旗 是否這樣 龍旗 我不懂字 Bandai 夠有人讀Bandai 不是 終於說什麼